今天是928教师节 台北孔庙上午6点照常举办季孔大典 一早就有许多民众来排队 甚至还有外国观光客来管理 孔子丹城市殿典礼 过去备受重视 马英九、郝龙斌都曾亲自出席 并担任事先官 但柯文哲却以兴趣不同为由 上任连续两年都缺席典礼 今天是上任三周年首度出席 也被外界猜测是否在外明年选战做准备 最重要的这个教师节要到了 祝这个所有的教师在这个教师节快乐 那大家也祝福在场的所有的家庭 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魏西桑 柯文哲穿起长袍担任事先官 亲切的发送智慧比给来访民众 值得注意的是 内政部长叶俊荣也代表总统蔡英文出席大典 这是警局人事大地争后 柯文哲首度和叶俊荣在公开场合会面 两人的一举一动也备受关注